大家好,我是宣問喜 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幾個字,決戰在明天 先談談港股情況 港股相當反覆 早段低開之後,曾經跌超過300點 不過其後,跌幅很快就收窄 最後全日收窄到53點跌幅 算是不錯 收26,391點,成交712億 今天市跌除了新經濟股回軟 包括阿里亞、騰訊跌之外 香港本地經濟股亦是一般表現 包括領展跌1%,80元也沒有了 港鐵也是,1%開外的跌幅都是跑輸大市 幸好,內房股普遍靠穩 好像6800也有不錯表現 令市跌幅得意收窄到53點 全日來說,跌得不算多 整個市形勢,剛才提及過早段也挺恐怖 很快就磅了,跌到26,000點邊 低位是260,63點 最後發分,雖然跌至53點 也算是非常難人可貴 除了早段跌得急,令人害怕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市場上很多壞消息正在醞釀 甚至出現了 令大家對前景,本來應該是比較擔心 包括什麼呢? 首先就是美國的經濟數據一般 ISM製造的PMI指數 11月份已經到48.1% 已經低了 比市場預期的49.2%還要低 已經連續四個月出現萎縮的狀態 換言之 美國的製造業形勢認真麻麻地 連續萎縮四個月 經濟前景令人有點擔心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美元立即見到走勢轉弱 這就是美匯指數 昨天一棍勾大陰燭穿上升軌 後來的勢轉弱了 反映了美國經濟的情況 是一般的 令大家憂慮 另一個方面 更加令市場人士擔心 就是中美貿易戰的情況 中美貿易戰最近出來的消息 都一直不太好 最新都是差的 剛剛沒多久 中國最近宣布反制美國 因為美國之前國會通過了 《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接著沒多久 特朗普都簽了 中國就威脅反制 整星期尾已經 結果終於反制了 對某些美國的非政府機構 制裁和做其他事情 軍艦、不准放港主義之類 詳細不多說了 總之就是反制 一般來說 大家覺得是輕微的 但是這個反制之餘 今天市場又傳出消息 如果美國國會正在醞釀 就著新疆的法案 如果通過了 現在報道就說 外媒這樣說 中國有另一輪的反制 就會出來 那一輪會比較厲害 包括公佈實體清單 針對美國企業實施制裁 在這個情況下 上星期整個形勢 大家覺得中美貿易談判 好像由本來大家比較傾向樂觀 慢慢慢慢覺得傾向悲觀了 加上最新的 簽了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 中國的第一輪反制 以至可能 又有第二輪反制時 大家覺得中美貿易談判的前景 更加看得不太好 事實上 連特朗普都說 經過近期的事件後 中美貿易談判是沒有容易到的 換而知難了 難了之外 大家都知道 12月15日 今天美國商務部長說了 這幾日子 就是中美貿易談判 理論上的死線 因為如果這一日談判不行 就會實施新一輪加頂關稅 到時形勢更加頭痕 所以現在的情況下 大家都非常憂慮 究竟之前 10月的時候 特朗普不斷放風 說要談判 究竟談判不談判 令大家非常擔心 情況下 人民幣又回軟了 看到了 去到7.04 最近是軟下軟下 現在到7.04 走勢是差的 這是第2個情況 第3個情況 特朗普最近又殺得盛起 重新又玩關稅 今次最新一輪的目標 就是巴西和瓦錦廷 宣佈恢復對這兩個國家的 鋼鐵和鋁實施關稅 一出大家都已經覺得 這是所謂自稱的關稅人 他們自己說自己 關稅人是否又玩關稅 這個舉動已經令大家有點憂慮 更加憂慮就是他講的說話 這兩個國家長期將自己的貨幣貶值 這對美國的農民非常不利 所以就要徵收關稅 這個說法更加赤裸裸 令大家很擔心 特朗普直接用關稅 無所不用其極 喜歡怎樣用就怎樣用 這樣說法大家也擔心 之前用關稅的時候 都會講講國家安全的借口 現在借口都不說了 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就談到是 兩國家為何不喜歡實施關稅 它的貨幣貨幣跌 大家自自然然也聯想到 美國會不會 就著這個貨幣 再次發動 鬥爭 與各國家 就著那個貨幣 對付它 事實上 還剛才提及過 美國剛剛出現的 ISM製造業PMI指數不多碰檔 特朗普即時將歸咎為聯儲局的貨幣政策不好 令美元強勁 所以美國製造業不行 其實已經指向貨幣 現在加上對巴西、對阿根廷這樣說 大家更加擔心 加上另一個消息是 美國計劃向法國的24億美元貨品徵收100%關稅 種種令整個形勢比較凶險 所以看到杜瓊斯均平均指數 大跌200多點 因著中美衛談判的情況慢慢轉出悲觀 加上剛剛說了對巴西、對阿根廷的關稅措施 令大家對前景開始憂慮起來 美股立即回軟 杜瓊斯均平均指數已經跌穿了 這條上升軌的走勢是弱的 所以種種因素是不多有利的 只不過港股今天跌倒下去 就綁起來衝回頭 整個形勢是怎樣看的呢 加上不止港股 中資股相關指數都出現類似情況 上映指數更加倒升 穿一穿綠色墊咀的低埔 穿一點就彈回頭 走勢非常強勁 國企指數和港股相似 在這個情況之下 究竟是怎樣呢 特別是港股 看到恒生指數穿了上升軌之外 就塞上去 失而復得 加上前浪底也是 前浪底支持穿過一下 後來塞上去亦都是失而復得 整個形勢好像技術走勢上很強勁 不怕利淡因素 究竟誰贏呢 最後技術因素贏 還是消息面贏呢 所謂決戰在明天 就是這樣 今天怎樣提及 明天就知道分曉 究竟明天知道技術走勢 利好勢頭能否頂得住 剛才說眾多利淡消息呢 利淡怎樣看呢 第一個當然最重要的是 今天即時的低位 即時比較低的位置 是26300其中的重要關口 如果失守這個關口 有可能消息面重新佔助上風 技術面就落敗了 所以大家看著26300第一個重要位置 當然更加重要的是上升軌的支持 守不守得住呢 大家看看這兩個重要的位置 就是看看明天技術的利好 以及消息面的利淡 誰贏得就看這兩個位置 時間關係分析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